我們這邊有獨家 有獨家收到一個爆料 也就是說 他在楊梅這兩個地號當中 他疑似又在涉嫌土地炒作 而且被大家認為 這個獲利有高達17億元 沒有錯 這個昨天我看到一個新聞是 林國春最新也收到 正文在告他的 一個在獄中的人 一片到晚告別人 然後我們 我們被告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查你的必案 所以我們被告 然後你現在被抓去看走索 你還不撤告 那你三個我被你告三次 三次都不起訴 其中一個不起訴 你還上訴到高等法院說 要駁回這個不起訴 你心眼有多狹小 你就會被關了 這樣子的這個看守所 難怪你會被關嘛 結果呢 邱志偉上了 林俊憲上了 都三票 結果 林怡景 他有一票 蓋是 圈選工具是蓋在林怡景 可是呢 在呂林小鳳有一個指印 蓋在呂林小鳳的那個 那個圈選欄的地方 你都已經拿圈選工具蓋了 你怎麼會有蓋個指印啊 這是故意的吧 看起來就是挑釁 就是告訴你 而且我為什麼要蓋在呂林小鳳這個 表示是我嘛 所以他們全黨都認為那一票 就是呂林小鳳 鄭文燦以後 很多人猜什麼 會是誰 會是誰 我跟你講 我這邊直接講 為什麼 不會 不是每個人都是往西之 民進黨 你要記得 最近為什麼都要帶風向說 不是賴清德 不是賴清德 因為賴清德做了這件事 賴清德屬於衝動式執政的人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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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